對於不少的觀察人士來說 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上的影響力 在這次細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春季會議上得到證實 世界銀行行長金融 對中國在主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 所發揮的領導作用表示讚賞 他說 金融說 他首先要對中國在多邊主義方面 採取這麼大膽的一步表示祝賀 中國所做的是帶頭創立了一個多邊國際機構 現在已經有57個成員國 雖然中國方面多次表示 亞投行是為了推動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但它還是被普遍看作是中國試圖改變 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努力 在華盛頓出席細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的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 在大西洋理事會發表演講時 特別針對這種看法做出說明 他說 朱光耀說 建立亞投行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 而不是其他的什麼意圖 亞投行與世界銀行 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的關係是互補的作用 而不是要取代他們 廣而言之 這也是中國在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中所扮演的作用 即作為一個貢獻者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中國要改善和加強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能力 而不是要推翻現有的體系 而戰後建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一直是由美國和歐洲國家所主導 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要求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進行改革的呼聲 也越來越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0年推出的有關份額的改革方案 由於美國的阻力而進展緩慢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這次的20國集團財長 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 有關的改革進展令人沮喪和失望 他並且呼籲這個改革方案得到全面的落實 不過美國之父大西洋理事會董事會主席 前美國諸華大使洪波培並不認為 中國建立亞投行是對它在國際金融機構中 沒有獲得與之相對應的發言權而做出的反應 他說 洪波培說 亞投行是一個專注於為基礎設施建設 提供融資的區域機構 所以它的性質就是這樣 洪波培認為 美國沒有加入、參與 並且在今後對它提供指導 是一個根本性的策略錯誤 要知道 有很多美國公司希望參與亞太地區的 這個基礎設施建設的倡議 因為亞投行可以為美國提供很多就業 所以參與這個新的機構 今後的演變是極為重要 美國現在落後了 美國要拿出一個新的戰略 除了積極推進亞投行的建立以外 北京也在此全力以赴地推動人民幣 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男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在今年年底 對這個貨幣男子的組成進行五年一次的審核 美國之音記者 在莉雅任宇洋華盛頓報道